那好了 那咱们今天呢正式进入到 2022年先学班的课程 也不需要你们去嫌弃我了 因为呢后面我希望 大家都一个个的都比我强 好不好 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呢 是想要给大家去聊一聊 你和所得税那些未了之源 就未了之源是啥呢 可能又遭到你们的嫌弃了 就是当时给你们留作业的时候 是把第十题 是给你们留了的 然后那天我去录的时候呢 也录了 可是在剪的时候 把这块给剪没了 我今天还特意去听了这块 它确实是没了 所以怎么办呢 其实我感觉这道题留在这呢 也有好处 好处在哪呢 就是如果你们周末 已经把所得税这张的题听完了 并且呢你已经把19.26这道题 也就是涉及到三点三点慢那个题 你听懂了 或者是你听的萌萌懂了状态 知道什么情况下要转回 转回多少 你再来看这道题 你可以自己去比较一下 他俩都是涉及到税率差异的问题 那么他们两个在计算或者是处理的时候 有什么样的区别 或者是你可以自己再深入的去想一想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 有同学问说今天不点名了吗 我不点了 因为我想点的那几个同学 我已经看到你了 所以课间的时候 我看到你们走没走 我可能会抽冷的点一下 好不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19.10 嗯 19.10 咱们19.26那个题 三点三点慢那个题 我已经给大家去讲了 其实前四个问呢 它的难度都不是很高 最后一个问有一点难度 但是最后你去算这个所得税费用的时候 实际上你是可以用这个有戒备有待戒备 你去给它挤出来的 所以在考试的时候 你就记住咱们会计那个记账规则 它一定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有些时候你真的觉得你通过算式 你算不出来 你可以用这个会计分录去倒挤它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19.10 啊 19.10 这19.10是咱们只做好题当中的 我说了 我给你们录了 录完之后呢 减没了 但是我很庆幸的呢 它还留在这 留在这 最主要的目的我是想要通过这条题 再和你们所做的19.26去做比较 比较的目的是什么呢 你就应该清楚 哪些情形下是按照像19.26那样去处理 哪些情形呢 是像19.10这样去处理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19.10这条题 有一定的难度 但是难度呢 不是特别的大 他说2021年 甲公司适用的所得税市率是25% 年初地研所得税资产的余额是120万元 地研所得税负债的余额是10万元 当年利润总额是580万元 以前年度未弥补亏损是180万元 交易性金融资产 期末的供应价值下降100万元 超标的业务招待费10万元 超标广告费是40万元 这些实际上啊都是一些潜在的税块差异 但是你在读题的过程当中 你脑海当中 你就应该是能够形成一些 哪些是属于永久性差异 哪些又是属于暂时性差异 同时对于暂时性差异 你还要去进一步去区分一下 它究竟是可抵扣的呀 还是应纳税的 对于这个应纳税 还是可抵扣差异 你可能在最开始的时候 去反应它会需要一定的时间 但是你后面的题做多了 或者是你通过一个记忆的方法 你记住现在你不要求快 求稳 能懂吧 你现在呢 把每一个东西都记得清楚一点 到考试的时候呢 这样就不会说出现太大的错误 他说从2022年开始 甲公司试用的所得税税率是15% 从2022年 则2021年度甲公司所得税费用 应该确认的金额是多少 首先第一个点哈 我需要问大家的是 他在去确认年初的这些低延所得税资产 和低延所得税负债的时候 他有没有预料得到到2022年的时候 他的税率会变成15% 他有没有预料得到说我2022年以后 我的税率就会变成15%了 不是的 一般来说啊 我们可能对于某些特殊行业 他存在存在这种特殊性的税收优惠 他可能就是在某一年才出台的政策 他和咱们19.26那个题是存在着很大的区别的 19.26是在提案当中最开始 这个企业刚刚成立的时候 他就满足三免三点半的政策 他就满足这个政策 所以在他最开始购买这项固定资产的时候 就能够预料得到他未来五个年度 或者是未来的六七八个年度 他适用的税率是多少 但咱们这个题哈不一样 是在我最开始去确认相关的地盐所得税资产 和地盐所得税负债的时候 我是没有办法去预料相关的所得税税率 在未来期间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的 所以此时我们再去计算 地盐所得税在本年的发生额的时候 我们应该是采用倒几的形式 而19.26我先说一下 如果你们还没有做到这块题 你回去一定要把19.26去看一下 19.26我们是在当天就能够预料得到 未来期间他的税率是什么样的 所以我们是直接采用未来税率 这里面我们是没有办法去预料 所以他们两个有差异 那我们来看题干当中的 让你去求的是所得税费用应该确认的金额 我想问问大家 如果让你去求所得税费用 这是属于利润表当中的一个项目列报 它包括哪几部分 在利润表当中所体现的所得税费用 是不是包括两部分呀 一个呢是当期 一个呢是地盐 一个呢是当期 一个是地盐 当期的所得税费用 它实际上对应的就是你的应交所得税 应交所得税 所以这一部分它是好求的 应交所得税这部分啊是好求的 但是地盐的这一部分呢 你就需要去看一看 当年你的地盐所得税资产 和地盐所得税费债 它的发生额是多少 嗯 看看地盐所得税资产 和地盐所得税费债 在当年的发生额是多少 只有你当年所发生的地盐所得税资产 或地盐所得税费债 它才有可能会对应到你的所得税费用力 如果你已经是余额了 那是体现在上年的 嗯所以这块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逻辑框架在里面 那我们来看一下当期和地盐所得税费用 它怎么去计算呢 我们先来算当期 因为它比较好算嘛 那我想问大家 这个应交所得税应该怎么去计算 应交所得税 是不是应该是用你应纳税所得额 再乘以相应的 是当期的税率 还是未来的税率 让你去计算当期的应交所得税的时候 是用当期税率 还是未来税率 是不是用当期的呀 因为这个是你真真正正要上缴给国家的 所以它一定是用当期的税率 那现在的关键就在于 你这个应纳税所得额怎么去求 应纳税所得额 它一定是属于一个税法上的概念 所以我们会计上认的利润是580万 但我税法上是不承认的 我需要对这个会计利润呢 去进行调增和调减 那调增和调减调的是啥呢 实际上就是调整你当期所发生的这些税会差异 所以我们来先调一下啊 这个应纳税所得额 应该是多少呢 应纳税所得额应该是在会计利润 580万的基础上 第一个 以前年度未弥补亏损 在当年度可以进行弥补 所以我们进行纳税调增还是纳税调减 这180是纳税调增还是调减 是不是应该调减呀 调减 因为之前发生的时候 他直接确认了地盐所得税资产了 现在你已经可以去弥补你当年所实现的利润 所以我们要进行调减 他可以在应纳税所得额之前进扣减的 所以要先减掉一个180 第二个是交易性金融资产期末的公允价值下降100万 期末公允价值下降100万 在会计上我们是借记了一个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代方代记了呢 交易性金融资产 但是这个损失我在税法上是不承认的 所以我需要干嘛 给他调增 调增 这种简单的业务啊 你不能再出现问题了 然后第三个是超标的业务招待费10万块钱 我先问你 这超标的业务招待费 它是属于永久性差异 还是暂时性差异 是不是永久啊 永久性的这个税块差异 那么我们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的时候 是可以把它进行扣除的 对不对 超标的 我在当期不允许扣 在未来期间也不可以扣 所以我要再调减10万 嗯啊 调增 调增 超标的业务招待费 当期不可以扣 所以在当期计算应纳税所得额的时候 要进行调增 然后超标的广告费 这是永久性 还是暂时性差异 永久还是暂时 暂时 他俩一定要区分开啊 哪怕你今年没有报税法 我把一些永久性的税块差异 给大家做了总结 你把我那些 你至少要记住 它是一个暂时性差异 在当期不允许扣 但是在未来期间是可以扣除的 所以在当期需要进行纳税调增 这俩都是调增 加上一个40 所以这样算完之后呢 这个数是多少 580 算完是550 550万 用这550万再乘以你当期的税率 我现在问大家 这个当期的税率是25%还是15% 25%吧 人家告诉你了 让你去求2021年的 然后人家是从22年开始 把这个税率变成了15%了 所以此时我们要乘以25% 确认当期的索得税费用 得到的是137.5 这137.5万 我在进行会计处理的时候 应该是借记索得税费用 代记应交税费 应交索得税 所以此时你计算出来的 当期应交索得税 实际上是和你当期的索得税费用 它俩是持平的 是相等的 这个逻辑还要能够转过弯来 这当期的算完了 接着我们来看地盐的 我前面已经给大家铺垫了很多了 我说站在2021年之前 你去确认你的地盐索得税资产 和地盐索得税费债 是没有办法预料在未来期间 你的税率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的 所以我们最开始去确认 这些地盐索得税资产 和地盐索得税费债的时候 我们所用的税率都是25% 这个弯必须要能够转出来 人家是在2022年用东北话来说 就是抽冷的给你换了一下税率 变成15%了 所以在前期没有办法去预料 那怎么办呀 我现在要去求地盐的索得税费用 并且我是需要去看它本期的发生额的 那么这个发生额我们就应该去看一看 我地盐索得税资产和地盐索得税负债 在本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我们先来求一下 地盐索得税资产 它期初的余额呢是120 期初的余额是120万 我问你 你知道了期初的地盐索得税资产的余额 能不能求出来在期初的时候 你的可抵扣税块差异是多少 可抵扣的暂时性差异是多少 能求出来吧 直接用你的地盐索得税资产 再除以税率25% 所以能够求出来期初可抵扣的暂时性差异是480万 480万 紧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当期它发生了哪些可抵扣的暂时性差异呢 其实你会发现 在本期所发生的除了有一个永久性的差异之外 其他的都是属于可抵扣的暂时性差异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弥补了以前年度的未弥补亏损 它是在本期进行了弥补 之前形成了地盐索得税资产 对不对 最开始有这180万亏损的时候 我们是确认了一个地盐索得税资产的 现在我把它进行弥补了 所以它对应的应该是属于地盐索得税资产的转回 这个弯还要能够绕过来 当时发生的时候是确认 现在呢我要给它进行转回 那么当你所确认的地盐索得税资产转回的时候 实际上你所发生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在本期也是转回了一个180万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在本期的发生额是先转回了一个180万 第二个交易性金融资产期末的公允价值下降了100万 这个玩意你也要能够绕过来 之前咱们都是讲公允价值上升 公允价值上升 我问你它形成的是应纳税 暂时性差异 还是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是不是应纳税啊 因为它会导致你资产的账面价值是大于计税基础的 现在下降了 它形成的应该是一个可抵扣的暂时性差异 而且是属于本期的发生额 所以可抵扣暂时性差异还应该在此基础上 再增加一个100万 紧接着超标业务招待费 我已经给你们说了 它是属于一个永久性的税块差异 我们不考虑它对地盐索得税的影响 所以没有它 超标的业务招待费 在本期不允许扣除 但是在未来期间确实可以扣的 所以它是属于一个可抵扣的暂时性差异 本期相当于是新增了一个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所以我们要进行纳税调增 可抵扣的暂时性差异啊 也是进行了一个调增 所以这样调整完之后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它的期末余额 期末余额是多少 480减去180再加140 得到的应该是440万 嗯440 这是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已经说完了 接着我们再来看 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它对应的应该是你期出的地盐索得税 负债的余额是10万块钱 所以10万除以25% 得到的是40 这40万元 那就应该是你本期期出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本期期出 等到期末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这个数没有发生变化 因为本期所产生的这些差异 要么是永久的 要么是可抵扣的暂时性差异 没有任何的影响 所以期末的时候 它依然是40万 嗯期末依然是40万 紧接着我们再来看 你期末的可抵扣和应纳税的暂时性差异 都已经求完了 期出的你也知道 期末和期出你所对应的税率 你知不知道呀 你也是知道的 期出你所对应的税率 就是25%嘛 人家已经把期出余额给你了 你不用再去操那个心 但是我问你 在期末的时候 也就是到2021年年末 你再去确认地盐所得税资产 和地盐所得税负债 你所用到的税率 应该是15%还是25% 15%还是25% 15%吧 嗯 15% 所以我们来看 先看一下地盐所得税资产 它本期的发生额 本期的发生额呢 就应该是用期末 再减去期出 期末是440 乘以期末的税率15% 期末确认的时候税率 15% 再减去期出 是120万 算完这个数呢 应该是负的54万 嗯 负的54万 这负的54万 你在编制会计分录的时候 你应该怎么去编 你在去编制会计分录的时候 对于这负的54万 应该怎么编 21年 你再去确认地盐所得税资产年末 你再去确认的时候 应该适用的是未来的税率 你站在21年年末 已经知道20年的税率是多少了 所以应该用15%啊 15% 反过来编 怎么反过来编 应该是借记所得税费用 在代记地盐所得税资产 一定要注意 是借所得税费用 代记地盐所得税资产 所以它是导致你所得税费用增加的 导致地盐所 导致所得税费用还是增加的 这是第一个 紧接着我们再来看 地盐所得税负债这个测 地盐所得税负债本期的发生额 也是用期末 40乘以税率15% 减去期出 期出是多少 10万 算完这个数呢 应该是负4 负4 我现在问你 这负4你应该怎么去编 这负4应该怎么去编 是不是还是反过来 正常情况下 你应该是借记所得税费用 代记地盐所得税负债 现在呢 你应该是属于 借记地盐所得税负债 再贷呢 所得税费用 正好是相反的 所以 它应该是导致你的所得税费用减少的 嗯 导致所得税费用减少 那好 你看 对于你地盐所得税费用的影响 挺好啊 对于你地盐所得税费用的影响 一个是增加 一个是减少 所以整体来看 对你地盐所得税费用的影响呢 应该是增加了 50万元 增加50万 你当期的 所得税费用已经算出来了 是137.5 地盐的所得税费用呢 你也算出来了 是50 所以两者加到一起 得到的应该是187.5万元 算完呢 所得税费用的金额 在本期应该确认的是187.5 这两个 如果你现在反应不过来 究竟它是增加所得税费用 还是减少所得税费用 别犯懒 把分路在自己桌面上写一写啊 自己多去画一画 这样才能够让你习惯性的形成条件反射 如果没听懂的 课下把这要题的回放再听一下 我不能在所得税这块 再花费太多的时间了 好不好 好了 那咱们 这个之前没有完成的事业呢 咱们完成了 今天咱们再开展一个新的事业 就是收入费用和利润 收入费用和利润这一章呢 不知道大家在周末的时候 陪了家人 陪了自己的朋友 过了圣诞 过了平安夜 你自己有没有去 好好的去看一下这一章啊 反正我平安夜那天 过的是特别特别有意义 之前的最开始的时候啊 是已经说好了 说毕竟是平安夜嘛 要回去好好去陪陪家人 或者是陪陪我自己的猫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 就在我马上就要走的那一刻 然后我去刷朋友圈 之前的关注了一个 就是在助学 做继续教育培训的一个老师 他发了关于证监会 试用指引会计类第二号 他相关的一个文件 然后觉得哎呀有事了 就给大家赶忙去进行了一个解读 这个解读呢 通过咱们私人这边 专业和出品部那边的一个排版 包括整理之后 可能后期就会形成一个文件 会发到咱们公众号上 或者是官方微博 如果有兴趣的同学啊 你可以去看一看的 那有同学可能会 产生这样的疑问 他说老师呀 你看这每一次都会有新的政策 新的一些文件出来 那我现在学二年的课 还有必要吗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哈 是有必要的 为什么呢 就是现在他的准则 包括这个应用指南 都已经是成型了的 那我们现在所发布的这些 可能都是结合着当前 企业在执行会计准则的过程当中 他发现了一些问题 把这些漏洞呢 不断的是在补 或者是把一些在会计处理当中 存在着差异的经统一 所以这些事呢 他不会对教材有过大的修改 但是有可能会影响到明年 比如说这个涉及到哈 关于这个履约义务的判断 那么明年可能会进行一个深入的 给大家去解释 所以总体上来讲 是没有什么太大影响的 而且可能有 有些同学还你也发现了 我在给大家去讲课的时候 只要是新出台的这些文件 我都会给大家去提一嘴的 或者是哪些你在现在这个阶段 你就需要去关注的 我肯定会告诉大家的 所以你跟着现在的课哈 学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你既然已经选择了 就不要再惆怅 不要再犹豫了 好吧 嗯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第17章收入费用和利润 这一章呢 它实际上要比咱们前面 所学到的所得税 它还要重要 你像所得税吧 它可能隔个三年或者两年 它会出来一个这个综合题 或者是计算分析题 但是收入是每年必考大题的 这个大题有可能是值10分 也有可能会值18分 按照今年的这个判分标准呢 有可能是9分 有可能是16分 所以大家这一章一定要关注 关注再关注 在上一次课啊 实际上已经给大家去说了 这一章它大致的一个考情介绍 从复习难度上来看 今天晚上 毕竟是属于元旦之前的最后一次课了吗 我们要给2021年呢 好好告个别 对不对 我不会说让大家去太烧脑 但是这节课呢 可能在整体上来看 大家学起来会有一点吃力 吃力的原因在哪呢 就是很多学会计的同学吧 他的一个思维或者是脑回路 他就觉得我会计就应该是好好去编会计分路的 但是这些新准则 包括你们前面所学到的这个金融工具 现在所学到的收入 包括后面咱们要学到的租赁 他实际上体现出来一个特点呢 都是具有较强的理论性 一旦理论性比较强的话呢 同学们去理解起来可能就会比较吃力 因为你如果想要把理论理解透彻的前提 你得知道这个理论是怎么说的 但是很多同学卡就卡在哪了呢 这个理论我不会说 我也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 所以今天晚上你需要跟我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把这个理论给大家去讲了 讲完之后呢 后面我们会有很多个案例带大家去运用这个原理 然后运用完这个原理之后呢 我们会做相应的总结 做完总结之后 我们再用这个总结好的套路 再用案例去进行这个试错 我们就来看一看哪些地方 你可能是卡壳的 如果你到某一个点你是卡壳的 那就证明你在今天没有消化好 没有吸收好 等到你课下的时候 一定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去训练 去应用 这样呢才能够让你把这一章学的 不能算是透彻啊 现在没有人说敢把收入准则研究的 特别特别透彻的 但至少你是能够去应付考试的 好吧 所以今天晚上的同学呢 你要尽力的去集中精力 但是也别把自己累坏了 好不 在上一次课最后的时候呢 我给大家去介绍这个收入的定义 那么对于收入的定义啊 咱们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 实际上在最开始给大家去讲 会计的六大要素的时候就已经提到了 什么叫收入 收入一定是三个条件 对吧 第一个呢要强调日常活动 第二个条件要强调所有者权益增加 第三个呢是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无关 这三个条件同时满足他才能够形成企业的收入 什么叫日常活动 什么叫非日常活动 这里面我不再多加赘述了哈 这里面有个分类 分类呢就是前面在讲金融工具准则 包括在讲资产减值准则的时候都给大家提到 既然你是一个筑块考生 那么你所立足的这个层次一定要更高一点 你之前呢 比如说你去学初级学中级 可能更多的都在去想这一个事我应该如何去经会计处理 但是你一旦学到了筑块这个阶段 你一定要有一种意识叫准则意识 也就是说很多事啊 他为什么对于同一件事 但是对于不同的资产或负债的处理 他就会不一样呢 这个东西他就是因为会计 他就属于一个社会学科 都是人为去规定的 那么这个规定是由谁去规定的呢 那实际上对于咱们会计来讲 他就是会计准则 咱们中国的会计准则呢 实际上是逐步在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去进行接轨 经趋同 所以有一些东西吧 它是属于外文翻译过来的 在翻译的过程当中 确实有一些话 你会理解起来比较费劲 那你怎么办呀 你就想办法和你的生活去经结合 结合的过程当中 哎慢慢慢慢的 你就能够通了 别着急啊 别着急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哪些他是不执行收入这个准则的呢 来看 第一个就是企业对外出租资产所收取的租金 这个呢 一般情况下我们是按照租赁准则去进行会计处理的 当然如果我是把我自己的房屋或者是土地对外出租 我现在想问问大家哈 如果把我自己的房屋或者土地对外出租的话 应该执行哪个准则呢 实际上应该他是属于前面咱们投资性房地产所规范的准则 投资性房地产那个准则和租赁的准则他有一些这个重别 但是呢 对于这部分 咱们还没有做进一步的修订 所以你也不用过于去纠结于他 嗯 这是第一个收取的租金 第二个呢 就是进行债权投资收取的利息 以及进行股权投资所收取的先进股利 这两个应该是在金融工具和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当中去进行核算 咱们现在讲的是收入 还有一个是在咱们注快考试阶段呢 是不会涉及到的 就是保险合同 这个你就不用管他了 咱们注快啊 对于收入这块 他不会去考你说哪些是不执行收入准则的 但是后面咱们学非货币性资产交换那一章 他会去考这样的表述 但咱们收入你只需要这些呢 简单了解就行 第二个其他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应该是按照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来进行会计处理 那么哪些后面咱们会学 你也不用去着急 第三个呢是企业如果是以存货去换取客户的存货 拿我自己的存货 我这边啊换出的是存货 然后我换入进来的呢 可能是其他方的存货 也有可能是其他方的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 以及长期股权投资 包括投资性房地产等等 这些我们都应该是执行收入准则 执行收入准则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哈 是站在我这方来看的 因为我自己换出去的 是我自己所生产出来的存货 我是适同把它给卖掉的 嗯 把它给卖掉 然后第四个要注意 这个呢是有很多同学啊 他理解不了的 但是准则原文就这么去写的 他说的是啥呢 就是企业在去处置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的 在确定处置时点 以及计量处置损益时 要执行收入准则 哎有同学啊 可能就懵缺了 老师你不是明确告诉我了吗 处置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是不能够走收入的呀 不能影响收入的呀 它是属于企业的非日常行为呀 这里边怎么又执行收入准则了呢 你看好 人家说的是啥 是在确定处置时点 以及去计量处置损益的时候 我们执行的是收入准则 人家有没有说是用主营业务收入 或其他业务收入这个科目去核算呀 没有啊没有这些了解点到为止就行 但是有一年的考试的时候就说它了 就是说对于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 它的处置损益的确认和计量 是执行收入准则 这样的表述对不对 你得知道它是对的 嗯这些是和你常识不太一样的 那你就需要特殊去关注一下 好不好嗯 好这是这个 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问题 是收入的确认和计量 收入的确认和计量是大家需要重点去学习的问题 这里面会引入掉一个新的内容 叫五步法 这五步法我们可以先大致看一下 分别是啥 第一个是识别合同 识别合同 第二个呢是要识别合同中的单项履约义务 第三个是要去确定交易价格 第四个是将交易价格去分摊至各单项履约义务 第五个是在履行各单项履约义务时去确认收入 可能最开始你去读它的时候会觉得比较晦涩 合同你能理解 客户呢你也知道 义务呢你也能懂 但是就把这一堆都给你放到一起 你就蒙圈了 是不是啊 说的就是啥 我们啊先用一个通俗的例子给大家去解释一下 这个例子呢是刘忠老师写的 写的是他和小金老师的事 我们呢就拿这个例子为蓝本 把这五步法给大家去串一下 当然的你现在通过这个例子 所学到的五步法肯定都是最简单的 后面我们会把这五步法不断的去进行扩充 而且扩充之后有一些步骤 它可能会涉及到一些特殊的内容 所以我们后面还会有八个特殊交易 所以收入这张它实际上框架很清晰 你所需要学的就是五步法 两个合同成本 还有八个特殊交易 你把这些弄懂了 这张就结束了 我们来看啊 这五步法分别对应的是什么问题 如果是卡的同学呢 你可以去退出来重新记一下 看看是不是自己网络的问题啊 五步法第一步呢是要去识别合同 比如说现在到年中了 各个商家他可能都会在搞搞促销 其实对于这个促销活动 我比较常见的 那可能就是属于买手机送话费 这样的有买手机送话费 当然了你后面可能还会看到 比如说现在这个商家呢 他为了去搞促销 他会让你去办会员卡 这个会员卡呢 后面可能还会有这个 比如说给你积分 积分之后呢 你可以去换盆换碗 这是一种对吧 另外一种呢 你就是一个积分未来可以抵钱 这实际上都是属于企业和客户之间 去订了一个合同 这个客户和企业 你不要想呢 把它想象特别高端 特别大气啊 那不是的 比如说你今天去食堂买了一个饭 你就可以成为是客户 那边的饭店呢 他就可以成为是一个企业 懂懂吧 一定要把它扩充去理解 那么这个买手机送话费 实际上就是属于比如说我 讲讲和这个呢 手机店定立了一个合同 所以第一步就是识别与客户所定立的合同 谁和谁 手机店和我 合同已经有了 接着我们来看一看 我这个合同当中有几项履约义务呢 这个履约义务呢 你也不用想象的特别特别的高端大气上档次 是不是 你就可以去分析 比如说对于我讲讲来讲 对于我来讲啊 你想想 我想要去买这个手机买过来 我再把这个话费 享受到这个通话的服务 我肯定是要交钱的 是不是 所以在这项合同当中 我是有义务的 我是有义务的 同时呢 手机店是不是也有义务 我问你 他有几个义务呢 他有几个义务 俩吧 一个呢 是要去把手机交付给我 另外一个 就是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 给我提供这种通话服务 所以对于手机店来讲 他是属于两项履约义务 当然等到后面 我们还会去学 说这个单项履约义务 究竟什么样的才能够构成 一项履约义务呢 我们要去做区分的 现在你至少 通过咱们这一个通俗的例子 知道 这一个例子当中呢 是有两项履约义务的 对 交付手机和给花费 这是第二个 履约义务分完了 那刚才我已经说了 我如果想要去买这个手机 同时去享受这个通话服务的话 我是需要给手机店去 这个钱的呀 所以我们要去考虑 在这个合同当中 交易价格是多少呢 假定 我这个交易价格呢 是5000元 至于什么叫交易价格 你现在也不用去理会 因为我们通过这个日常活动来讲 你就能够通俗的觉得它 它应该就是你们当时在签订合同的时候 我讲讲需要支付的那个价款 当然后面我们在学习过程当中 还会知道这个交易价格 它的明确定义是什么样的 以及哪些因素会影响到它 这5000块钱 我对于我来讲 我是享受到了两种权利 一个是有了手机 另外一个呢 是买了这个一定期间内的通话服务 那前面我们已经说了 这个合同当中一定一共是有两项旅学义务 我现在呢 只有这么一个交易价格 所以到第四步的时候 我就需要想办法 把我这5000块钱的交易价格 分摊至各单项旅学义务里 手机和化费 咋区分 要有一个标准 这个标准哈 它是要按照各单项旅学义务 或各可明确区分商品 它的单独售价来进行区分的 这个单独售价呢 后面我们也会看到它明确的定义 那实际上我们现在就可以把它简单的理解成 就是一个单价比如说我去购买这个手机 它自己明码标价呢 是3999 然后呢商家赠送给我的是12个月的通话 12个月的通话和流量 这个相关的权利 这个钱是多少呢 假定是1200 净给自己挖坑 是吧 现在我已经知道了手机的售价是 3999 然后呢花费它的单独售价 12个月的是1200块钱 我现在就要想办法把我这5000块钱的交易价格 分摊至各单项旅学义务 对于手机店来讲 怎么去分摊呀 前面咱们去讲 一次性购入多项固定资产的时候 是不是说过呀 按照一个比例 只不过前面我们说的是按照公允价值的相对比例 但是你这里面需要去注意的哈 我们要用的是单独售价的相对比例 注意表述它是不同的 至于供应价值和单独售价有什么样的区别 说实话 准则它也没有明确去说 只能说呢 这两个准则把它从时间上来看 一个新一个老 供应价值这个准则呢 它是在11年国际财报准则发布的 而咱们这个收入准则是大概在17年左右 所以我们要知道哈 这个单独售价它可能是具备了一些供应价值的概念 但它俩不完全等同 嗯去分摊 分摊完之后干嘛呢 就是确认收入了 谁去确认收入啊 手机店这边去确认收入 那么在确认收入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是需要去区分 它究竟是属于在某一时点履行的旅学义务 还是在某一时段履行的旅学义务 那从我们通俗的生活上来看 我们就知道这个手机一旦商家把这个手机交付给我 我就能够去使用它 并且通过使用手机呢 我去从中获益 这也是咱们控制权转移的一个理念哈 所以此时商家就可以就这个手机去确认它相关的收入 因为控制权已经发生转移了 但是这个化费呢 因为我前面已经给告诉大家了 它是享受12个月的通话服务 那么这12个月我可能就需要按照时间进度呀 或者是按照其他的进度去进行分摊 所以在确认收入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是需要去区分 它究竟是属于10点的还是10段的 10点的还是10段的 这就是简单的把这五步法呢 给大家简单的去串了一下 但是我告诉你 每一步在走的时候 它都有勾勾卡卡 这些勾勾卡卡呢 有一些东西你是需要在现阶段必须要掌握的 但有一些东西你没有必要去深抠 我在本节课告诉你需要掌握哪些 你就把那些重心啊 给它掌握了就行 自己别瞎抠 因为你抠着抠着 你可能会走火入魔 好不好 好 我们接下来来一个一个看 这五步 第一步呢 是要识别与客户定立的合同 那实际上在新收入准则下 我们对于合同的识别 它是很重要的 这个合同的识别呢 首先你得知道什么样的叫合同 以及合同成立的时候 需要具备哪些要件 还有呢 可能有一些合同 它从本质上来讲 它是一样的 或者是基于同一个目的 你会涉及到合同和并 那么还有的一些呢 可能会随着合同的履约进度不同 会发生一些变更 所以后面还会出现一些 合同变更的问题 所以对于识别合同这块啊 你至少要知道这么几个问题 第一个 合同成立的要件 向上法律的是 向上法律课是啥 第一个要件 第二个呢 是合同和并 第三个呢 是合同变更 重点要放在哪 合同变更这里 嗯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叫做合同和客户 第一个就是合同 合同它是指双方 或者是多方之间定立的 有法律约束力的权利 义务的协议 定义用不用去记啊 不用 但是你得知道 没有合同我们后续去确认收入的 这个每一步可能走起来就比较困难 合同很重要 合同呢 它实际上是有书面形式 口头形式 以及其他可验证的形式 比如说 隐含于商业惯例 或者是企业以往的习惯做法中的一些行为等等 那我前面给大家说了 不要觉得这个合同 它很高大上 必须是签个几十页几百页的 不是那样的 可能你今天去食堂吃个饭 你跟食堂阿姨告诉说我今天想要两婚一宿 或者是两宿一婚 这个时候你们两个通过口头的形式就达成了一项合同 因为一方呢有了权利 另外一方呢也有了义务 而且你们两个之间的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 这就是合同啊 这就是合同 合同呢 那它实际上是源自于法律中的合同 但是与法律中的合同还有一些区别 法律中的合同呢 它一般指的是单物合同 但我们收入准则当中需要做的是一个双物合同 即合同各方需要去承担义务并享有权利 同时合同是不基于书面形式 口头其他形式呢 也是可以的 比如说通过APP下单去购买外卖 通过平台直播去购买商品等等 都是收入准则当中所认可的合同 就是很接地气 嗯 它和你们法律那个还不太一样 还有说诺承啊 诺承的 然后我们来看什么叫客户呢 这个客户呢 它是指企业定立合同 以向该企业购买其日常活动 产出的商品或服务并支付对价的一方 所以客户他一定是购买的那一方 购买这一方你就需要去付钱 他买的是啥呀 看好啊 之前咱们老的收入准则 是分了收入准则 同时呢又分了一个建造合同准则 在收入当中呢 我们又去区分 他究竟是属于提供商 这个销售商品收入 还是提供劳务收入等等 不同的形式 但现在我们说了 这些准则都并到一起了 所以对于我客户来讲 我能够从企业那边所享受到的 有可能是商品 也有可能是服务 当然还有可能是劳务 这个时候只要我这边有付款的义务 同时呢 能够享受你日常所产出的商品 或服务的时候 我就能够叫做客户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收入 他所确定的前提条件 也就是说你合同想要成立的时候 需要具备哪些要件 这些要件呢 不需要你死净背 因为从现在的考题上来看 再考这些原理性的 就是完全是死净背的东西的可能性 几乎为零 更重要的是结合着你现在的一个实践 去进行考察实物性的东西 所以你需要把这些东西去理解 当企业与客户之间的合同同时满足 下列条件时 企业应当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时 确认收入 啥意思啊 你一定要注意 我问你 通过我刚才读到这半句话 你能不能这样去理解 怎么去理解呢 就是说只要合同满足了以下的要件 我企业这边就能够确认收入 对还是不对 只要合同满足了以下要件 那么我企业就能够去确认收入 对不对 不对 一定要注意 我们企业去确认收入的前提 一定是客户已经取得了相关商品的控制权 那有些同学可能就会产生这样的疑问 这个控制权一直都在说 把前面咱们去讲这个合并的时候说过 讲过呢 这个金融资产当中实际上也会设到一些控制权 的模型 那么这个控制权它究竟讲的是啥呢 它实际上就是我购买这一方能够主导该商品的使用 并且呢能够从中获益 我要有能力去经主导 有能力主导该商品并且能够从该商品当中获得其几乎全部的经济利益 这就是控制权发生转移 那有同学觉得哎呀他还是比较晦色呀 比如说我刚才说的那个我去买手机那例子 一旦我把这个手机买过来之后我想要去用他打电话我就打电话 我想用他去发微信我去发微信 这个东西是由我去主导的 别人是不能够随便去用的 即使他想要用他也要征求我自己的同意 所以这是主导相关的商品为我带来经济利益的另外一方面 这个意思呢就是告诉你我可以阻碍别人使用我这个商品从中获益 这叫控制权转移 那么合同他成立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要件呢 首先第一个该批准的你得去批准 像咱们去食堂买一个饭 你可能自己想要吃啥你自己就买啥了 但是一旦是一个企业行为的话 你可能就需要通过比如说信用部门呀 或者是相关的这些销售采购部门 包括可能大型的采购 你都要通过这个董事会决议等等 所以该批准的你得去批准 批准完之后的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该履行义务的你得去履行义务 这第一个 第二个呢是合同中明确了合同各方 与所转让的商品相关的权利和义务 前面咱们已经说了哈 在咱们收入准则当中所强调的这个合同 它是双部合同 比如说我讲讲去买手机 对于我来讲 我拥有的权利呢 是把这个手机和话费我能够享受得到 但是同时我也具备了一个义务 这个义务就是要按时交钱 那么卖手机那边呢 它也有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呀 它的权利就是收钱嘛 义务就是把手机和话费给我 这是第二个 明确了相关的权利和义务 如果合同各方均有权单方面终止 完全未执行的合同 且无需对其他方做出任何的补偿的 就随意可撤销 这种情况下 我们应当视为合同是不存在的 了解一下就行啊 第三个 是该合同呢 有明确与所转让商品相关的支付条款 你究竟是分期付呀 还是一次性付清 还是说过两年我在付 这个呢 一定在合同当中都要有所明确 这是有明确的支付条款 第四个 就是该合同当中呢 要具有相应的商业实质 也就是说企业在履行合同的时候 要改变企业未来现金流量的风险 时间分布或者是金额等等 你在去签订这个合同的时候 一定是能够给你企业带来相应的经济利益的 导致你未来的经济 未来的现金流量呢 在风险或者时间分布 或者是在金额当中有明显的不同 这样才叫具有商业实质 后面呢 咱们有一个例子哈 就是说两家企业在互换石油 这个石油呢 它是属于一个同质化的商品 你每一家的石油 我的企业中石油的和中石化的 它俩的石油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所以你们两个之间的交换 它是不具备商业实质的 但是后面等到咱们讲到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这个论则 比如说我今天 我有一个机器设备 我现在看中了你那个专利权了 但是呢 咱们两方又都没有钱 可能就想着 反正咱们两个呢 我看上你的专利权了 你看上我的设备了 那咱俩就互换呗 这个时候一旦交换达成了之后 我这边和你那边相关的现金流量 在风险时间分布和金额上 都会显著不同 我有了这个专利权之后 可能会导致我这个品牌形象 会大大提升 你有那个设备呢 你可能会导致你企业的运转能力 会大大增强 所以这就叫做商业实质 那这就叫商业实质 但是我前面说那个石油互换的例子 他不是 但是有个同学可能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哈 老师 我同样是拿设备去定交换 他会不会具有商业实质呢 别给自己挖坑 他有可能有 有可能也没有 你要去看一看提干当中怎么去表述的 而且我还要告诉大家的是 在提干当中 一般他都会明确的告诉你 你们两个之间所进行的这项行为 有没有商业实质 所以这个是不需要你去判断的啊 别太操心 这是第四个 第五个呢 就是企业因向客户转让商品 而有权取得的对价 要达到很可能收回 很可能收回呢 他的比例要在50%以上 这个条款 在很多时候 他是需要你去进行判断的 那有些同学可能又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了 老师 那我不知道什么情形是很可能 还是不是很可能 还是极可能呀 我告诉你啊 你需要掌握的是啥 就是掌握这三个字 比如说 一旦一个提干当中表述 说企业因向客户转让商品 而有权取得的对价 可能收回 那么合同的这五个要件 他就不能够同时满足 因为一旦是同时满足的话 必须是很可能收回 你的可能是低于50%的 一定要注意这些细微的差异 这五个要件呢 简单看一看就行 后面我们会通过例子呢 去经强化 这里面给了你什么叫商业实质 他就是指了一些 没有商业实质所进行的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无论在何时 都是不能够去确认收入的 比如从事相同经营业务的企业之间 为了便于向客户 或者是潜在的客户销售 而进行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就不应该去确认收入 有一些时候 他可能就是为了 我呢 在当地 更好的去经销售 但是呢 我在当地没有生产商 我呢 可能就直接 用我这个外地的一个商品 跟你去经销唤 或者是 我呢 在假设 你呢 在已是 我现在有一个客户在假设 他想要的一个商品 是我在假设 这个生产企业 没有办法去提供的 那我可能就会跟你进行相应的交换 这时候的交换 他就不属于 具有商业实质的交换 他就不能够去确认收入 后面有一个典力延期 17-1 你自己可以简单看一看 这个例子 说实话 他很绕 他分了好多个市 但是最终 他想要达成的目的是啥呢 就是咱俩 石油 去经交换 只不过呢 是在不同的省 市之间 去经交换的 最终想要达成的目的呢 也没有什么商业实质 也没有导致彼此的这个现金流量 在金额呀 时间呀 风险分布上 出现显著的不同 就是你们所说的互通有无 所以此时 他就不具备商业实质 简单看一看就行 好吧 我不说了啊 那么如果在你前面去判断的时候 咱们不是说了 要有五个条件吗 什么已批准 要有相应的权利义务 对价很可能收回等等 这一些 那假如说 其中的某一个 他没有达成 那可能就会导致你没有满足合同的 构成要件 这个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去进行会计处理呢 看好啊 如果是对不能够同时满足 上述收入确认的五个条件的合同 其中有一个没满足都不行 因为他必须是同时满足 企业只有在不再富有向客户转让商品的 剩余义务的时候 例如合同已经完成或者是取消 且 已向客户收取的对价 无需退回 看好是两个条件 同时满足 第一个 是不再富有向客户转让商品的剩余义务 我不用再给你交货了 另外一个呢 是向客户收取的对价 也无需退回 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 就是你们 女生可能就是比较喜欢这种叫什么消费 冲动型的消费 特别是到年底了 比如说你去某一个理发店去理发 然后呢 这个理发店就说来 我现在要充业绩 你看我今天给你做这个发型多好看呀 你呢帮我充一个卡 充完卡之后呢 你就可以享受未来什么什么几折几折的这个优惠 可能很多同学都会有这种经历 我为啥对这个经历特别记忆忧心呢 因为我就是这个 啊 事件的经历者 所以我对这个事是很有感触的 那在你去充这个理发卡的时候 看好啊 在你充理发卡的时候 你可能一次性充了3000块钱 但是你总有一天吧 你可能会觉得 最后可能剩了28 这28呢 你再理一次发不够 但是呢 你又不想再去续了 这28块钱 这实际上呢 就是属于 对于商家那边 对于企业那边 他就无需去退回 而且他也能够意料得到 啥呢 就未来期间也不会再向你提供相应的义务了 你也不会来我这剪头发了 我也不用再给你剪头发了 而且这个钱呢 我也不退 所以此时 对于这个理发店来讲 他就可以把这28块钱 确认为收入 看好没 两个条件 同时满足 这个呢 实际上和后面 咱们会学到的 无需退回的初始费 包括客户 为行使的权利 那里面 有一点点的相似 自己哈 先有一个印象 否则应当将以收取的对价呢 作为负债来进行处理 比如说我现在一次性充卡 充了3000块钱 那我问你 这个理发店在最开始收到我这3000块钱的时候 他能不能一次性进入到收入里啊 不行的 他一定是先要把它确认为一个负债 为啥要确认为负债呢 是因为他未来对于我来讲 对我讲讲来讲 他是有义务的 啥义务啊 就是给我提供理发服务嘛 嗯 所以看 上述的负债应使用的会计科目 看好啊 这里面出现了一个新的会计科目 叫合同负债 这个合同负债 就是在我最开始讲总论的时候 同学们就会问 老师预售账款去哪了呀 预售账款 他还在 只不过在收入这张 我们不再用预售账款这个科目了 一定要注意哈 预售账款他还有 但只不过是收入这张 我们不再用 这个科目 他核算的呢 是企业已收或者是应收客户对价 而应该向客户转让商品的义务 所以他是属于一个负债类的会计科目 然后我们是按照合同去进行明细核算 企业因转让商品收到的预售款 是用本准则进行会计数理时 我们不再去使用预售账款科目 以及地盐收益科目 之前在老的准则下哈 我们去核算一些简单利益积分的时候 我们是用地盐收益的 现在呢 我们都是统一换成了合同负债 嗯 同意 他与预收账款有什么样的不同 不同就在于这两个字 因为前面再给大家去讲这个合同构成要件的时候 我就反复再说新收入准则 他特别特别强调的就是合同 你有合同你才能够往下去进行确认和计量 你没有合同咱啥都谈不了 所以他在前面哈 加上了一个合同负债 他强调是由该项合同所产生的负债 但预收账款 他就没有这样一个明确吗 预收账款呢 从现在这个准则上来看 我们一般都是核算 我给你提供了一些租赁的服务之后 然后呢 你我这边预收的一笔租金 要用预收账款 好吧 对于合同负债呢 这个科目 我们期末是存在着 大方余额的 反映的是企业在向客户转让商品之前 已经收到的合同对价 或者是已经取得的 无条件收取合同对价权利的金额 这个实际上就给你阐释这个科目呢 来看一看 他相关的会计处理 这块的会计处理 在咱们书上 有一些不同 不同在哪 就是在第二笔分录这块 他是没有销项税的 看好啊 根据咱们之前所发布的一个 应该是解释公告吧 他呢 就是进行了明确 就这个合同负债 包括后面所学到的合同资产 他都是不含增值税的 销项或者是进项的 所以大家呢 是需要去关注一下 但是从咱们 住块会计科目 单科考试来讲 咱们呢 是不考 就是很少会涉及到 一些涉税业务的处理的 所以你简单了解一下就行 合同负债 他是不含税的 去编制会计分录的时候 比如说 你预收到了一笔款项 我们应该是按照收取的款项金额 确认银行存款 同时呢 代方代计合同负债 因为此时与该项 合同相关的商品 他的控制权 还没有发生转移 那么此时呢 你不满足收入的确认条件 所以此时我们要用合同负债 而不能用收入 等到满足收入的确认条件的时候呢 你要通过合同负债 给他转到主营业务收入里 这实际上就和咱们前面 所讲的预收账款的结转 是差不多的 简单了解 接着来看 对合同要进行持续评估 咱不是说了吗 在合同开始日 就咱俩签完这个合同 我这边 我企业这边 现在我们有个假定 我这边就是企业 我企业这边呢 就要去进行评估 谁评估呢 是你财务人员 财务人员评估啥 要去评估一下 你这个合同是否具备 我们前面所需要 同时满足的五个条件 如果满足 好了 我就要看一下 与之相关的商品的控制权 材料转移 我该确认收入 确认收入 但如果没有满足 相关的条件呢 比如说 咱们说那个最 最后一条 相应的对价 要很可能收回 我这条在最开始的时候 没有满足怎么办呢 我们此时就需要 对合同进行持续评估 因为总有一天 他这个条件 可能就能够满足了 或者是之前 在合同开始日 你同时满足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 或者是对方 你客户 他的经济状况的一个发展 他可能会出现一些变化 所以我们要对其进行持续评估 这实际上也是体现了一个 谨慎性或者保守性 这样一个估计 就是对于在合同开始日 即满足上述收入确认条件的合同 企业在后续期间呢 无需对其进行重新评估 但是你光说前半句 他就不对 因为后面他有一个除非 除非啥呢 有迹象表明相关的事实和情况 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比如说啊 后面咱们也会有例子 最开始在2021年1月1号的时候 咱们俩签订合同 我觉得咱俩都相安无事 你那边的经营状况也比较好 我这边经营状况也很好 但是随着后续的发展 你这个企业呢 不走正轨 哪个风险高 你去挑战哪个 然后有一天 你终于自己资不抵债了 你被宣告破产了 最开始在合同开始日 也就2021年1月1号 评估的时候 站在我这一方 我还觉得 和你签订的这个合同的对价 是很可能收回的 但随着你后续 你不是作吗 你不是老是挑战一些极限吗 你那边资不抵债了 你这笔钱 你可能也还不了我了 那怎么办呀 合同的要件不满足 那此时 我们就需要对合同进行 重新评估 对合同进行重新评估 所以这里面一定要注意 这是文字性选择题 特别特别容易出坑的地方 他就给你前半句 然后让你去看这句话 表述对不对 你要知道他的表述是错的 因为他有一个除非 并不是意味着 你在合同开始日 就已经满足收入确认条件的 这些合同 你不需要再重新评估了 你要看一看对方企业 你的客户 他的经营状况是发生了哪些变化的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呢 是对于上述 在合同开始日 你没有满足相关的合同成立要件了 在后续我需要进行 这个持续评估 评估呢 看看哪一天他能够同时满足这些条件 此时我就能够按照正常的这些合同去进行合算了 所以持续评估要分两个情形 第一个情形 在合同开始日满足条件 但是呢 后续发生重大变化的 第二个就是在合同开始日 不满足相关的条件 两种情形都需要对你和客户之间所签订的合同进行持续评估 好不好 合并报表同学啊 前面那个会计分路我已经告诉你了 书上那个分路呢 是当时咱们在写书的时候 他还没有明确出这个标准 没有明确出这个政策 所以在咱们编书的时候 是写了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的肖像 但是后续应该就是在去年的六月份的时候 出了一个解释 他就告诉你合同负债和合同资产 他都是不含税的 所以把那块删了 好不好 好了吧 行吧 那么咱们先休息六分钟 六分钟之后啊 咱们回来去看案例 请不含